郎姐,你跟斗志孔已经够了 现在郎姐有说她打电话给皇家签的经纪人 不知道这些朋友讲这些话是谁 因为不是他们 其实只有皇家签知道这么多的细节 郎姐,你跟斗志孔已经够了 在大家的面前,你们叫我很难听的话 然后一直说,你知道的事情,你知道的事情,不会讲 其实你讲这个已经是在讲东西 你就讲出来啊,你知道什么,你给我们看前去 因为没有东西,没有东西 我老婆从来没有伤啊,从来没有 你们在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够了,你们小朋友真的玩得有点太过分了 然后,我真的很忍耐地不告 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要钱去告人家 二,我觉得够了 他要教我垃圾什么的 我已经有这么多问题 我还要去忙那些没有办法控制他们自己的脾气的朋友嘛 真的 朋友,小朋友 我不是说,我中文不好 小朋友 因为一个大人,一个不会做这种事 还有不要想 你就知道,斗志孔的经纪人是谁 对,是黄嘉谦的经纪人 对 然后你,郎姐 你是跟黄嘉谦做很多舞台剧,最近 你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宣传你们的舞台剧 你的工作,或是你要拍什么片,或是什么东西 这是人家的生活,你够了没 真的,你太夸张了 很少我就知道了 对,因为你看你们都不会知道原因 我什么都不会说呀 我又不是当事人 而且人家有浴室啊 真的不方便说什么 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什么都知道 我其实有跟嘉谦的经纪人朋友有变化 那对他们来说,也是惊讶的 就是因为我说 怎么又会有所谓的友人跳出来 一切两边的友人都不要再讲话了 然后,黄小姐那边也是大家都很惊讶 是谁啊,他会不会怎么会知道一些事情呢 我起码可以知道,就是有人不是被安排出来光芒说话 他是自己受不了解他出来的话 这个是我知道的,对 所以,他又有透过律师说话呢 他不是透过律师说话 当然是叫透过律师说话 可是既然暗所委屋的律师 在任何事情发生的状况之下 主要是对他不利的 或者是有牵涉到他的 尤其是,我以法律师来讲 就是有造成一些争议 甚至是对他本人不利的事情的时候 他的律师一定要出来光芒说话 而不是说是透过律师说话 而且他们做这个动作 事实上已经考虑了很久了 也就是说,所有的状况都理解之后 他们已经早就在想说要做声明了 因为外面有太多烂七八糟的 各种假借有人的名义 在谩骂黄小姐的状况 所以他的律师一定是可以保护他的 很少我就知道了 对,因为你看你们都不会知道 你的律师我什么都不会说呀 你又不是当事人,而且人家有律师啊 真的不方便存存 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我什么都知道 就是说,有看到一些照片,然后很心疼 这些事情,我其实有跟嘉仙的经纪人听过更怕 那对他们来说也是惊讶的 就是因为我说,怎么又会有所谓的有人跳出来 一切两边的有人都不要再讲话了 然后黄小姐那边也是大家都很惊讶 是谁啊 他为什么会知道一些事情呢 就这样啊 对,我们都都惊讶 所以这个友人,我起码可以知道 这个友人不是被安排出来帮忙说话 他是自己受不了解他出来的话 哦 这个是我知道的 对 就是有些事情他知道他看不下去 所以他决定要调出来说 但是不是女方这边安排来说的 那克林应该是你会想要喊话 呃 我毕竟能下婚前 我们一起结束节目也是熟识的 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安排的情绪之前 还没有到官司的时候的事情 我只知道他们的情形 我就是这样安抚 他因为决定这么多人 或是事情进入到苏塔城市的时候 他也不再跟我一面 也得利也好 所以这样我们第一次都不会有什么压力 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事情 其实是累积出来的 那个高度也好 态度也好 他都会造成之后的变形 之后的状态 那你说 我们一定要讲到说 他最后会怎么 他们现在对付同行 所以一般友人一起来说的话 也是啊 从一开始的热恋人 然后见到面状混在一起 然后后来就是 我睡你了我睡我了 但他们也没有说 不爱对方或者 只是很多现实的状况 跟视频的免机会造就 后面的化学的反应 他们每一个结束都会做到的 站在那个舞台上 就很多很多的想念 真的是很想念 阿贝 真的很想他 谢谢大家的关心 然后 当我可以说的时候 我一定会说出来 年子 从来就是景水不犯何事 我初天主义 也是为了良家班的营生 因为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刚刚其实我们在台上 其实对我来讲很熟悉 那个熟悉是 因为以前演过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会在台上 会去寻找 就是那个国修老师的影子 你会看到那个感动 嗯 就是对我来讲 这个戏很有意义 谢谢 谢谢小萍 小萍导演 谢谢 也谢谢月姐 对 谢谢 因为最近加拿大 这份的都特别 对啊 怎么会 这么讲 这是个预言 谢谢大家的关心 嗯 我谢谢大家的关心 那 好 我知道 好 没关系 我知道 我一概说好了 我说谢谢大家的关心 然后 当我可以说的时候 我一定会说出来 那我觉得今天 就是把所有的重点放在 嗯 我们所有人的表演上 这个作品精细歧视录 对大家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 嗯 國修老师过世十年了 那 國修老师最后一次舞台 的演出就是 我也跟着 一起呈现这个 这个器具 这十年来改变很多 那这十年的当中 现在又站在这个舞台 重新诠释 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有意义 嗯 那每一次我刚刚就 诚实 诚实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 站在那个舞台上 就很多很多的 想念 真的是很想念 阿贝 真的很想他 谢谢 台湾还会打官司 我们一切都还在司法中 谢谢 谢谢 来我们 帮我收摩一下 谢谢 嗨 大家好 我是舞通 谢斯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 我是蔡康永 哈啰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浩角翔琪 祝福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 祝三地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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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周年 祝三地新闻网 祝三地新闻网 好快喔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现歌 就在这里 好快喔